抽血取出患者本身细胞在大量培养后 打回患者体内清理残留癌细胞 免疫细胞治疗是肠癌的最后手段 但为腹部公布细胞治疗辅助治疗实体癌结果 第四期大肠癌存活天数重位数677天 肝癌368天 胰脏癌344天 而乳癌则无法计算 民间团体批评报告未免也太过简略 也是有打一两三个月之后 医师表示肠癌的五年存活率 第四期大约15%到20 细胞治疗只能再增加约3%到5% 对病人没帮助却还要继续治疗 说难听点就叫骗钱 细胞治疗末期来讲 它可以延长到五六个月 像胃癌可能六次 大肠癌可以做到十次 每次大概六万到八万左右 卫福部的报告却只有存活天数 中位数根本看不出值不值得花大钱 与民众所期待的成效报告 实在是落差太大 呼吁卫福部要尽速完善公开 相关的一个资讯报告 医师提醒如果真的要治疗 可以先做二到三次 检查癌细胞有没有扩散或缩小 没有成效或更严重 再砸百万元 只会变成原大头 记者王志文章 体育态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